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耀眼的黄金光芒四射 历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 而那些深藏在故宫的皇家金器精雕细琢 及各种工艺之大成 更是充满了神秘 在一场名为金碧辉煌的金器展览中 来自故宫的二百多件金器首次聚集一堂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为您讲述奢华的清宫金器的故事 清朝同志年间的一天早上 北京紫禁城楚秀宫内 宫女跪在地下高喊一声 老祖宗吉祥 听到喊声 所有侍寝的宫女都知道慈禧太后起床了 大家赶紧忙活起来 上朝前 慈禧太后有许多事要做 第一件事是泡手 私亲的宫女用银盆端来热水 将慈禧的双手用热手筋包起来 再放到热水盆里浸泡 通常要更换两三次水 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 慈禧的手保养得很好 细腻圆润 泡手的保养方法功不可没 第二件事是洗脸 与普通的洗脸不同 慈禧是用热手筋敷脸 据说这样可以减少脸上的皱纹 然后慈禧坐在梳妆台前 由侍寝的宫女给她敷香粉 点胭脂 香粉和胭脂都是慈禧亲自研制的 太监吓得赶紧跪倒在地 连城 太后劳命 太后劳命 原来慈禧刚进宫的时候 一头瀑布般的长发是她的骄傲 然而 随着年纪的增长 慈禧慢慢有了脱发的毛病 眼见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慈禧对自己的头发越发珍惜起来 每次梳头 只要有一根落发 梳头的人轻则矮板子 重则掉脑袋 那么 贵为太后的慈禧 不小心脱落的头发该怎么处理呢 在宫里 她的脱发要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特制的金发塔中 用珍贵的金子做塔 即便在皇宫中也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 在清代皇宫中 金塔大小不一 造型多样 它们金光闪闪 大多是贡品 而用来盛放头发的金塔 在清宫只有两座 一座是乾隆皇帝为她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制作的 这座塔近一人高 使用黄金三千多两 为了制作金大塔 将清宫库存的黄金提取出来 又将寿康宫存放的金册 金印 金盆 金森等金气融化 不过也为了节俭 乾隆又命人将一部分银气融化后 与黄金融合在一起 最终制作了这座金发塔 所以这座金发塔黄金的橙色是六成 重庆皇太后金发塔体现的是乾隆皇帝的孝心 而慈禧太后的金发塔完全为了满足她自己的需求 在制作上更是极尽精致 慈禧金发塔通高三十四厘米 上面光相间的大大小小的珍珠近千颗 这座金发塔为藏式 塔座上安有一圈汉式栏杆 两种风格自然融合 塔底为莲花瓣正方形须弥座 台阶上装饰铺起的龙纹 塔身圆形上宽下窄 门不大 金工细作 仿佛就要开启 门上装饰珍珠 绿松石 玛瑙 翡翠等 上面是十三层的塔叉 金色的塔铃仿佛叮当作响 塔座前正版上刻有 孝亲太皇太后发塔八个大字 慈禧太后不仅爱惜自己的绣发 而且在发型上喜欢求心求变 相传 太监李莲英最开始受赏识 就是源于给慈禧梳头梳得好 那么这种说法是否说得好 别人以为要感到的 我感到感到感到的 我感到感到不亏 最好 别人你再热婉人 能不能把我再联明 管很多人的 我觉得你能够 你不忍用 已经很久一直默默无闻 他的同乡大太监沈兰玉对李莲英很好 在他的帮助下 李莲英做了梳头房的小太监 专门负责帮助梳头太监准备工具 沈兰玉偷偷提点李莲英说 老佛爷喜欢在发型打扮上做文章 在这方面你要多留心 李莲英是个聪明人 从此他就对梳头的事上了心 怎么才能为太后梳出新的发型呢 李莲英左思右想 他还趁着出宫的机会 仔细观察民间打扮入室的女子的发型发饰 李莲英还真的从中学到了不少盘旅发剂的技法 他活学活用 根据慈禧的脸型稍加改变 变换出新的发型 梳头完毕 慈禧对着镜子反复查看 竟然奉言大悦 从此对李莲英慢慢宠信喜爱起来 在民间李莲英有小碧李的称号 据说曾经有朝中大臣弹劾李莲英时 在奏章里也把他称作小碧李 那么李莲英为慈禧梳头发迹 是否确有其事呢 据《宫女谈网录》记载 李莲英确实为慈禧太后梳过头 不过那是在慈禧从北京西桃的路上 因为一时实在没有合适的梳头发的人 李莲英才临时干起了这差事 平时在宫中专门为慈禧梳头的 是一位姓刘的老太监 她性格温和 说话风趣 不管对谁都客客气气 横讨慈禧的欢心 不管给慈禧梳头的是谁 慈禧太后对于头发这件事 一直都是上足了心 为了掩盖发际限高的缺点 她自己发明了新的发型 面对脱发的毛病 慈禧在养发护发上不断总结心得 那么她又有了什么新的秘诀呢 慈禧太后光梳头发的梳子 就有很多把 它们被通称为梳臂 有大尺 宽尺 小尺等多种尺寸 用来梳不同的部位 尺比较疏松的是书 书里头顶后脑勺上的头发 尺密的叫臂 专门负责臂脚脑门发线上的头发 据清宫档案记载 清朝的后妃们不经常洗头 平时就用毙子毙掉头发上的污垢 爱发如命的慈禧 自己发明了一个闽发的方法 简单地说 就是用御医专门给她研制的香发散和菊花散臂头发 先把药粉撒在头发上 然后用毙子反复梳理 直到把药粉毙干净了 有养发护发的作用 这样梳洗一遍 据说两个人同时伺候着 至少也得两个小时 除了在养发护发上颇有心得 慈禧在发型发饰的变换上 也不断追求 清朝后宫妃子们在发型发饰的使用上 有着严格的规矩 不同场合输不同的发型 不同级别佩戴不同的发饰 小两把头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发型 在清早期很流行 平分左右各扎一把 头发上可以佩戴鲜花或者是金银头饰等 小两把头是完全用自己的头发梳成的 随着全国各地的名贵金银首饰 源源不断地流入宫廷 后妃们希望把更多的金银玉珍珠宝石 戴在头上 小两把头无法承受这些重量 受到局限 于是架子头应运而生 不过慈禧太后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型 晚年的时候慈禧发量变少 怎样才能让头发看起来饱满有形呢 他发明了帽子式头饰 名为大拉翅 现在清宫电视剧里 后宫妃子人人头上顶着个小黑板式的起头 两边各一串碎子 这种发型就是大拉翅 因为大拉翅不是以自己的头发梳成 可以做一尺多高 能承载许多沉重的珠宝首饰 所以深得慈禧的喜爱 只有一定级别的后妃才能用这种发型 碎子也有讲究 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在大拉翅的一边 穿上一串红碎子 平时大多装饰鲜花 绒花或珠宝 无论是琳琅满目的金发士 还是金美绝伦的金大塔 都将慈禧珍视头发的追求推向极致 也再现了他的奢迷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